那如果有一天你們發現 這個姊妹 她其實是直男 只是為了要接近你們的 對 就是這樣子 他喜歡我 這時旁邊的同學 由一閃而過那個想法 有時候 看到大家都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你會突然想一下 這會不會沉浸死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看怎麼看 就會在說你啦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 帶我幹嘛 你帶我幹嘛 大家我們是明明就是建民 歡迎收看 明明是調查局 結果我們來到學校是 來到學校是 心電高中 為什麼我們今天來心電高中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我只能說 我講出來的話 未必會讓你驚豔 但因為我來是心電 喔 原來你就是心電高中的學生 你是學長 沒錯 我是學長 那我們今天訪問的主題是 同學我想請問一下 性別認同大調查 我們贏到什麼時候 變得這麼的有意義了 你有想像過自己是同性戀嗎 老實說有想過 哎唷 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就是 我有聽我一個朋友講過 他說一個人呢 你要從你是異性戀 然後到認同你自己是同性戀 需要兩年的時間 沒有 主題你說從現在開始 我只要一直在想 這個問題想兩年 我就可以是同性戀 有可能 這是真的有可能 我不信 我想很久了 我不可能是 真的嗎 對 我也是有想過 但是我得出來的答案也是 我不可能是 OK 那學校有教 同性戀這件事情嗎 學校沒有特別教 但有時候 就是 老師可能會有講到 老師怎麼講 他們就是覺得 就多遠 他們就都OK啊 國中 國中有一個同性戀人 同性戀人 他在宿舍被罷了 為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同性戀人 我是還好 因為我跟他同性戀人 我們其實八個人 然後他是其中一個 你知道他被霸凌嗎 對 知道 那你有去 或者是 這個沒有對錯 你有去 我去安慰他 可是這時候國一 那時候還是屁喊 然後後面大家就 沒有這回事 好 來 來 你喊 來 1 2 3 加油 我剛剛做了什麼 如果我沒有看錯 應該是 低能兒 你現在要訪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幾歲 16 7 8 這差有點遠 大概幾歲 16 身分證上面那是16 好 你呢 17加負1 17加16 16 愛做效果 OK 那想請問一下 有交過女朋友的 等一下 你們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 當然是 異性戀啊 你剛剛評論什麼 對啊 假的 同性戀這個東西看法有什麼 我自己是非常知識的 OK 怎麼說 應該這樣講我也不算知識 因為他們就很正常 應該是說 我不會去反對啦 我就覺得說 今天他們是同性戀 那我應該說叫尊重 也不會說那種什麼上街抗議之類的 我就覺得說沒有抱持什麼看法 也不會反對啦 其實有些同性戀也是 你知道那種 原住民同性戀也是滿好笑的 你是原住民嗎 你不是原住民啊 我是混血的 混哪裡 混美國 你是在哪裡 土耳其人都這樣 就是 你到底是哪裡 到底是Cetaphonia還是土耳其 講一個實話的來 哪裡的 新北市跟高雄市 有人騙我 沒關係 做自己就好 對 你呢 我跟他一樣 你跟他一樣 從小到大老師有教過 同性戀或犯性戀 或者是 性別認同這些的知識嗎 因為學校常常在宣導 反讀啊 但是性別這塊 學校反而比較少碰到 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 也比較敏感吧 當男生之間是最喜歡做這種事情 做什麼事情 喔 Bro 太多人 這會錄進去嗎 會 對不起 太遠走 今天你們兩個當BL可以嗎 欸 你要演 你要演戲嗎 你知道我是戲劇社的嗎 雖然我準備要退 太快了 好 那我們直接來一段情境式的BL 認真 來吧 兄弟是這樣 Hey you what's up OK BL是這樣 Hey you what's up OK OK 太多了 有曾經想過自己同性戀嗎 我覺得沒有 你有想過嗎 沒想過 我必須老實說 有時候我會覺得有些男生是可愛的 有時候 我喜歡女生 真的 我是兼職的同性戀 兼職的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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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喔 一心戀我喜歡女生 我真的喜歡女生 OK 我相信你 好 有時候 比如彭宇彥 我覺得他超帥 超愛彭宇彥 啊 他有什麼 他不像彭宇彥 喔 他在潮社服嗎 你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XX 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幾歲 16 16 有交過男朋友嗎 目前 目前 剛在一起而已 誰追誰 他追我 怎麼追 他因為我追念書 唸一唸就在一起了 自己哪裡唸書可以唸到在一起了 沒有 沒有了 圖書館 圖書館 想問一下 你知道同性戀這個族群嗎 對 我不知道 對 這個族群的看法是嗎 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差異啊 他們就是 喜歡的性戀很好的 喔 很勇敢 就每個人都應該要去選擇 自己所愛的人嘛 對不對 他也不在乎先問你的 身邊有認識過任何有關 不是異性戀的朋友被霸凌過的嗎 有 有來 一個男生啦 因為那是我們國中 然後他身帶是有受損的那種 所以就一直沒有變身 就是他很爽 可是他的身帶 但是寶寶鷹 對對對 反叉蒙啊 而且他很喜歡角落生物 然後都跟女生很好 所以就是 沒什麼朋友 我就覺得 但他就是同性戀吧 感覺 他是不是還沒出櫃 他已經快要快要的感覺 他可能是比較陰柔偏要 快要 他雙性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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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痛苦 他就是 有被霸凌嗎 有有 就可能大家都不理他 然後 那女生朋友會理他嗎 會 我們大家都會理他 那就是男生就是會 啊 你看那個 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很幼稚的男生 那這個時候你們會怎麼樣 打他 打男生嗎 你說打男生 然後 找那個旁邊那個角落生物 那個男生說 沒事姐妹 我們自己去玩這樣子 對啊 不然更好講 那如果有一天 你們發現這個姐妹 她其實是直男 就是為了要接近你們的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子 喜歡我 所以他其實是直男 對 他是為了要接近你們這一群 然後跟你靠近 但他也是真的就是雙性戀 妳是不是先來掰的故事 沒有 真的 真的 後來我就拒絕他了 但就他 我們現在兩個就好姐妹 因為他是喜歡男生 對 喔 但他曾經喜歡過你 對 對 對 這真的故事嗎 不是真的 這太曲折離奇了吧 國中三年的故事 哇 哇 所以你沒有喜歡他 沒有 哇 這種梗圖才會出現的 我真的很好笑 你跟他講一句話 對 來 跟那個角落生物 講一句話 希望你可以找到 大秀姬的男朋友了 喔 OK的 OK的 你們對於 同性戀這個族群 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就尊重他們 有每個人的喜好不同 然後有些人喜歡同性 有些人可能 對這些有點 奇奇怪怪的觀感 是 反而我是尊重的 尊重的 因為他愛他 去不帶我 對啊 那我想延伸一個問題喔 有曾經想過 自己是嗎 這到底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這時旁邊的同學 有異閃而過那個想法 看到大家都 就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想一下 這會不會曾經 很正常 比如說今天在我們 比如說我們在聊 賓士 在聊一聊 如果未來我開台賓士會怎麼樣 這種感覺就是 那你想像是什麼畫面 想不出來 就 很酷 很酷 那後面的結論是什麼 就應該不會 喔 就是你覺得 你覺得直男 但是曾經有想過是不是 那曾經身邊有那種 同性的朋友 可能有被霸凌 或者是被排擠的狀況 發生過嗎 有 就是那種 班上比較娘的那種男生 嗯 然後就會一直被嗆娘娘嗆這些的 為什麼要這樣 那你是嗆人的其中之一嗎 差不多 曾經啦 曾經的霸凌者 曾經的霸凌者 郭東有時候 現在高中已經長大了 不會了 來 好 這個鏡頭懺悔一下 來 對不起 有郭東的朋友 以後不可以知道嗎 沒有 好 OK 大家好 我是建民 其實有關同性戀這個議題 我們已經分享不少次了 所以如果有人想聽我們分享這件事的心得 那可以看這支影片 或者這支影片 我們都做自己心得的這個分享 那就這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是咪咪就的建民 掰掰 國中的時候 我朋友叫我跟他去玩傳說 我就在那個城裡 我出去 我說你在哪 他說在前面 我就往前走 我死了 好 我不知道我怎麼死的 好 因為叫我去打野 然後我穿被野打死了 那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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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叫一個新手去打野 這就是一個很不明智的一個選擇